NBA是篮球的最高殿堂,永远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地方,今天给朋友分享下NBA球星说过最有名的五句话,每句话到背后都有他的故事,邓肯未来是你的。邓肯作为NBA历史上最低调的大前锋,他的成就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巨星。 未来是你的是邓肯在07年总决赛从小詹姆斯带领的骑士队之后,送给詹姆斯的一句话,而詹姆斯为了证明这句话,足足等待了四年才拿到职业生涯的首个总冠军。 邓肯这句话不疑是正确的,未来确实属于詹姆斯,但对于詹姆斯却有点扎心。 詹姆斯职业生涯十多年,邓肯所马兹一直是横跟在他面前的一座荡山,比奇大维斯我当时认为,球队找他来就是给我做帮手的,可能很多球迷不认识比奇大维斯是谁,他曾经是詹姆斯的老大,当年詹姆斯还没有进入联盟,大维斯还是骑士队的老大,不过在詹姆斯有状元的身份入驻骑士之后,大维斯在第二个代季被骑士扫地出门,在被骑士交易之后,大维斯曾经说过, 我以为骑士找他来就是给我做帮手的,这句话一度成为球迷的笑顶,在NBA广为流传,加内特你老婆长起来像甜甜圈13年,尼克斯和凯尔特人的比赛中,加内特和安东尼发生冲突,两个人在比赛中喷起了垃圾话,而加内特一句你老婆长起来像甜甜圈,来侮辱安东尼的妻子拉拉瓦瑟奎姿,这也让安东尼十分恼怒,这样再后就发生了安东尼带人围堵加内特,这也让狼王再大巴掌, 安里瑟瑟发抖,不敢出来,你瓜哥果然是人肯话不多,奥米尔我奶奶跟着乔丹也能夺冠罗德曼,因为一些人已得罪了奥米尔,而奥米尔对罗德曼的五次总冠军十分不爽,奥米尔在一档节目上表示, 如果我奶奶和乔丹一起打球,也能拿冠军,再嘲讽罗德曼抱乔丹和齐鹏的大腿, 科比沙克也干了提起科比最出名的一句话很多球迷都会想到,你见多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? 相信这句话应该激励着许多年轻人,不过科比还有一句话更加出名, 当时任君事件曝光后,科比坚信自己并没有做错,而在采访时表示,这种事沙克也干了,只不过他花钱给摆平了而已, 这句话在当时相当轰动,这也给OK组合解体埋下了伏笔。